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很多人在问说大盘会跌到哪里会止跌 就好像今天我跟非凡年线的状况 主播在问大概跌到哪里会止跌 我比较偏向是用结构面去分析大盘 而不是去看它的指数位置在哪里 所以待会我用这个角度来跟各位来分享 很多人在问我说十年线会不会止跌 这条线叫十年线 十年线的位置在七八八一点 为什么很多人会这样问 因为之前我们跌到七二零三点 这个位置在七二零三点 当时就是跌破十年线的隔一天 然后做了一个大反弹的一个动作 开始做了一个反弹动作 来到八八七 所以一般来讲十年线跌破之后 它会有个支撑在往上走 这是在上次 在八月二十四号那一天 那今天又跌破了一个十年线 会不会同样一样化呼噜在往上走 其实我的一个看法是这样 十年线并不是我参考的一个重点 我参考的是什么 我参考的就是排面的结构 有没有出现止跌的讯息 这个盘大概一般来讲 跌是节奏当中我们是不摸底 所谓不摸底就是 我们不要去预测在哪里会止跌 而是要去看什么样现象 会出现止跌的动作 我想这才是关键 所以我认为台股的部分要止跌 今天的下影线是国安基金拉的 效益不大 所以重点还是回到排面结构当中 那么是不是有所谓的止跌的讯号出现 我想这才是关键点 所以一般来讲在问跌式的过程当中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以跌止跌 什么叫以跌止跌 就是当你跌到一定程度之后 那么脉压减轻了 它就会形成以跌止跌 所以今天的一个下影线 看起来这叫下影线 看起来有点止跌的动作 但是因为量比较大 所以是人为的 短线上面或许会反弹 但还会再回测 所以十年线到底会不会止跌 不是关键 而是未来盘面结构当中 会不会有止跌的讯息 好 现在我们大盘的结构出现了什么状况 恐慌 对 我们出现了恐慌 这叫恐慌的急跌感底 急跌感底的过程 一般我的经验大概两到三天 那今天是第二天 昨天就开始了 昨天融资也减了15亿 今天应该还会再大减 所以连续两天 那么出现了一个急跌感底的动作 其实我们从礼拜一就跌到礼拜四了 那我就把 跌式循环的结构面来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阶段叫做什么 跌式的第一个阶段叫 K线连续长黑 第二个阶段叫融资快速减肥 第三个阶段叫做弱势股止跌 第四个叫做领头羊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从礼拜一跌到礼拜四 这个阶段也是K线连续长黑 这个阶段也是K线连续长黑 但是当时融资并没有快速减肥 所以它只是一个跌式的一个循环结构 这个阶段的修正 这个阶段修正造就了生计跟太阳能的涨势 大家要不要看一下太阳能 今天大盘的重挫生计股也跌得很惨 虽然尾盘终于是拉回去了 股王耗鼎跟中域 人气股中域是只跌了 但二线的生计股是跌翻天了 太阳能是一线的股票在跌 玉京在昨天还算过段新高 今天跌力慢 今天跌力慢 有点补跌的动作 有点补跌的动作 也就是说 其实目前大盘的结构面来看的话 生计跟太阳能 太阳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补跌的行为 那生计股的部分 全子股回稳了 我们把它分析清楚 耗鼎已经不再下跌 所以全子股 这个领头羊直稳了 4147的中域甚至往上拉 有没有 好 这是生计股的指标股 但是呢 其他的二线生计股还是在往下跌 所以盘面的结构当中 其实最弱势的族群并不在生计 生计股有点类似补跌的动作 跟太阳能一样 而是在于什么 平概股 所以平概股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平概股的止跌 这才是关键 也就是说 我刚才谈到一个关键点 恐慌的卖压 通常我的经验是两到三天 大概就会消耗到一个段落 所以今天既然是第二天 就明天会是第三天 那第三天的情况之下的话 明天的止跌 就有可能是真正的止跌 当然最弱势的股票是谁 平概 所以平概要止跌 平概里面我们观察两支股票 一支叫做可成 可成昨天外资买了2000多张 当天留了长下引线 本来判断他要止跌 结果没有 继续往下跌 这代表长线的 中线的卖压非常重 长线的买盘 可能要接个两三次才接得住 所以可成的部分 就变成盘面当中的一个弱势指标 弱势指标 平概股里面弱势指标叫可成 另外一个叫大力光 这两支股票都是 昨天外资有站在买方的 昨天大力光打跌 你满是外资站在买方 有点下引线 可是今天又破底 所以这两支股票 可成跟大力光 我们把它当作平概股 如果平概股的止跌 这两支股票止跌了 才有可能平概股有机会止跌 这是第一个 第二部分 如果平概股止跌了 大盘才有机会见底 第三个当然就是领头羊出现 领头羊会在哪里 我们待会再来判断 所以我想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我把结论给各位 第一个大盘进入到恐慌 赶底期 也就是投资人会不计价的杀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坏股会一起跌 跌到什么时候为止 跌到跌不动为止 那跌不动的判断准则 那么我下个节目来跟各位来谈 第二部分 跌是循环的节奏里面 它会从K线连续长黑 融资快速减肥 到这个所谓的弱势股止跌 最后会领头羊出现 那目前弱势股还没止跌 所以现阶段还得判断 那后面行情的结构怎么发展 我们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待会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如果平盖股还没止跌 那当然你同样就不太可能出现 而且今天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是在于好坏股一起跌 好坏股一起跌就是恐慌了 那之前先跌一些比较 业绩面不好的股票 那好股票业绩好的股票 也受到影响 那就是所谓的恐慌卖压 因为它不计价杀了 就像我们的全新一样 一样 这个昨天逆势抗跌 逆势上涨今天就大跌了 4.5% 包括了文茂也一样 文茂今天跌了高达7.33% 那其中PA的三支股票里面 我就出掉了红杰克 所以我目前是维持稳貌跟全新 当然还在观察 因为稳貌今天这根长黑不太妙 不太妙 那我们就观察一下 这个它的季线有没有手稳 这是我最后的一个撤退点 如果季线手稳还没问题 那季线如果这个被跌破 我可能短线上面我会站在卖方 好我想这是一个操作上的一个原则 那股票市场的一个结构 本来就是这样 抗跌会补跌 因为昨天文茂很强 昨天这个全新很强 今天就补跌 昨天的这个郁金很强 创波段新高 今天郁金打跌凌满 今天郁金打跌凌满 所以我想补跌没有关系 不要主跌就好 补跌跟主跌的概念是不同 主跌就是你的股票一直在往下跌 平概股就是一直跌嘛 一直在跌那叫主跌股 比如说可乘的部分 我用可乘为例 可乘股价 当全新跟稳帽在往上涨的时候 它就开始在跌了 一路往下跌 好急缓急 好这个第三 这个这个是我们用短波段来看 这一段很急 然后呢这一段很缓 到这段很缓 可是后面很急 所以我在想明天的可乘 应该有机会吧 因为越跌量越大 越跌量越大 代表 代表低档确实是有人接手 好不管是谁 等他接完再说嘛 所以我跟各位 昨天跟各位谈过了 我说很多人问我说 那可乘可不可以接 我说可以接啊 但是问题是 你要等他止跌再来接 所以止跌的效应怎么看 我有跟各位分享过 这个跌式的一些节奏面 那么 譬如说 价格下跌 跌到哪里 跌到价值 跌到价值之后 有时候会超跌 我待会用操纵的例子 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价值跟价格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开始他才进行落底 最后才足底 最后形成两线翻多 所以小朋友 散户朋友 那么大人在对打的时候 我们就在旁边看 等他两线翻多的时候 我们再进来 这就是两线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 那所谓价格跟价值之间的关系 那就像操纵一样 操纵我当时在买操纵的时候 操纵最低 从43块8涨到今天 今天操纵还创新高 没有用了 这个已经涨太多了 涨到135块 创了历史天价 但是问题的重心点是 操纵是从43块涨上来的 涨到了135块 从44块45块涨到135块涨到90块 这个阶段怎么去判断 当时我在买操纵的时候 我当时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说今年的操纵要赚6块钱 可股价竟然打到43块8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严重被低估 这就是6块钱赚6块钱 北比10倍叫60块 所以如果操纵的价值叫做60块 可他的股价却硬生生打到43块8 但是这种股票 就会有形成所谓的超额利润 对吧 在跌市过程当中 常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当操纵的部分 可以赚6块钱的公司 股价应该在60块是有支撑的 他竟然打到43块8 再从43块8涨到了130块以上 涨到130块以上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操长 我只知道 当时打到了50块以下 它是一个买点 对吧 那我也跟各位分享 所以同样现阶段可能 可成的一个价值 如果就可成金额的获利程度来看 我认为250块就是一个价值 但还是往下打 所以这一跌一段 会形成所谓的超跌 超跌之后 将来它还会涨回去 那只是说 你在短线上面 它在超跌的过程当中 不适合去做接的动作而已 所以我刚才谈到说 当恐慌进入到 所谓的末段的时候 通常好坏股是一起跌的 所以你回过来看我的全新 全新的12月营收公布之后 比11月份增加了 大概27%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33% 这是优于一起 远优于一起 可成这个全新今天呢 一开盘就开在盘下 所以这就代表的市场 它是不管你基本面 那如果不管基本面 代表什么 代表现阶段的市场的一个投资气氛 是比较偏空的 所以我们在目前的一个阶段当中 可能就要稍微了解一下 后面的行情的结构 怎么去发展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价值区的一个衡量 当然有很多股票已经打到价值区之下 剩下就是 我等大半回稳之后才会去做 而不是在目前为止当中 去做一个承接的行为 那短线上面 因为恐慌进入到第二天 明天大概就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就看看 明天的转折能不能成功 然后平概股 弱势股有没有止跌 如果平概股止跌了 那这一波 大概短线的 这个中线的一个落底 大概就到一个段落 那如果平概股还在继续跌 譬如说可成平地还在继续跌 那短线上面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下周之后再来观察 大盘什么时候做止跌的行为 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